南平郡王带到 黄叔父 黄叔父这么晚较职而来 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怎么还叹气啊 难道阿周出了什么事吗 朕的兵马大将军阵前有孕了 阵前有孕 难道阿周又头孕了 就告诉他不要带你个头盔 永运 我媳妇怀孕了 赵玉姐 朕恨不得把夜昭肚子里的孩子 弄到你肚子里去 我有儿子了 贵妃娘娘 我有儿子了 皇上 使不得 你早不怀孕 我还不怀孕 你现在才怀孕 张鲁海 给我打烦子 皇上 随便 皇上 这 南平郡王 让郡王王妃怀孕 是该打板子 负起责任 可是皇上 人家 人家是夫妻啊 丈夫让妻子怀孕 最新人伦 没什么罪名可言啊 可是他 没关系 贵妃娘娘 打吧 打吧 我负责 我一定负责 一个男人 让自己的妻子怀孕而被打 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对嘛 男平郡王最近很懂事的 没有调戏梁家妇女 没有喝花酒 没有胡作非为 没有到赌场青楼 没有矿工偷懒 每天都是本本分分的 到巡查院去报到 和洋老头巡接 打击顽固恶霸 回到家里也是大门紧闭 就是戏也很少听 赵玉洁 你媳妇叶昭在前线 天有不测风云 若是胎儿 若是万一 等班师回朝 朕一定会重重地赏你们 孩子 将来一定会有的 那不行 阿昭天生体寒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怕是以后再也做不了母亲了 皇上你老婆多孩子多 你当然不担心了 赵玉洁 你是为皇家子弟 你的父亲 为了操劳大宋事务 英年早逝 朕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姑姑 清华公主远家藩邦 自开国以来 为国捐躯的皇家子弟 有多少 当初 你当着满朝文武 亲自为叶昭请战 那你就要接受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可是 可是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黄叔父 能保住 就尽力保住吧 那若是 保不住呢 战事为先 侄儿绝对不会做出 犹如皇家名声的事情 先回去吧 侄儿还有一事相求 不管是养胎还是小产 都需要大补元气 侄儿希望 能够去前线为阿昭送些补品 这样总可以吧 那你一定要低调行事 以防情报泄露 让膝下有趁火打劫的机会 侄儿明白 不过 最近巡察院的工作 太累人了 侄儿今天 又受了这番刺激 怕是会旧病复发 侄儿还请皇上 把太医孟兴德 借给侄儿用几天 也好和他商议商议 夜招的运情 混账东西 把官业交出来 爱干什么 干什么去吧 是